欢迎锁定金融曼哈顿 我是Amy 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是在12788点 投资朋友你记不记得 阮老师才有提到这两天是关键 今天有可能会震荡 果然都验证了 所以才会让你务必每天都要锁定金融曼哈顿的节目 你才可以掌握 掌握好这个投资的节奏 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呢 赶快来邀请我们的股市长盛军软卉小师 好 那么今天的指数的话是震荡开低 开低走低 那尾盘的时候稍微有上来一点点 所以今天收盘的时候来拉起来一点点 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137点 那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大盘的架构 那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昨天反弹架构来说 跌升反弹比较多 那跌升反弹的股比较多 就比较多短线客 那所以今天其实也蛮多 这个短线客的一些生意 所以昨天有些股票的话 我们有谈到说 如果今天早上爆大量的话 你暂时就先不要追 那再来大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先说这个 实际线没有站上去 好 那短线上当然就是乖离大 所以这盘其实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最大好处是它乖离大 但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它成交量怎样 还是这样不上不下 就是说你不然就要输最小 要不然就放最大 你爆量的话就是大量换手 那最好大量换手的话 最好还有一些恐慌性脉牙 所以我们有谈过两个落底的形态 这两个形态的话 大家可以在我们FB里面 可以再去阅读 因为基本上我们FB里面的好处是 你看节目有时候看完听了你就忘记了 但是FB里面你可以 你也可以一个赞的看 反复的看那慢慢就会变成你个人的智慧 那变成你的智慧之后我觉得 那对你的帮助其实是远比一天两天 或者是短期的行情要来得更重要 对 没错 所以的话刚讲到就是成交量不上不下 那跟这里很像 这里成交量也是不上不下 那再往前一点这里的成交量也不上不下 所以的话呢 这个成交量当时就是不上不下 所以它求爆量 求爆量后才换手 那换手之后的话呢 大量换手之后来 那它才会反弹 那反弹以后这段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它其实我觉得卖压还没有完全失望 所以的话你谈起来它就会有一个供应 就有一个供应的卖压 所以这个的话当然跟整个情势有很大的关系 跟总体的情势跟这个个股跟产业都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这个情况你就要做很短 所以我说有时候昨天抢的股票 其实昨天基本上就是跌升反弹的股票居多 所以我说当台面在走跌升反弹的时候 它告诉你什么 它告诉你其实市场上它不是怎么 买的人它不是很有把握 也就是说它就抱着短线的心态 那如果抱着短线的心态的话 它就轮动很快 但轮动很快你就只能做短 所以我说这行情还没有到真正的落地 但是呢你给有操作空间 但是呢就是在很跌升的股票上面 那这一类型的话我觉得 当然跌升有跌升的理由 它一定是有一些隐忧在 所以我才说基本上就是适合做短 那不见得要做长 那真的要落地的话就两个形态 其一必须要出来 那实际因为没有上 所以KD它有些往上 但开口不够 这开口不够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它有可能还是会在这里晃 在这里晃的话 那么指数低点就有可能在测 所以这第一个要注意 那再来我们看看就是台股这一次 就是说反弹其实最主要是什么 跟着美国股市 那跟谁 想要跟道琼 但是另外两个在拖 另外两个在怎样 另外两个在后面的这个 拖着因为我们来看看道琼 它这次美国差很多 其实美国走势也完全不同 你看到道琼很强 我们来看看道琼的指数 来它其实打一个底 那也到之前的高点附近 到九月的高点附近 所以这一段里面它涨很凶 但是稍微可能会停顿一下 但台股又没有涨 所以的话想象空间 可是比较尴尬的地方是另外两个很弱 因为这是肺半 你看肺半的涨势其实就落后非常多 因为肺半的话现在的话它的KD也开始有点往下交叉 这一段它其实这一天 它有一天拉出一个很长的红K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恐慌性的换手 然后之后它速度是用很慢的速度前进 那这个纳斯达克也差不多 这个理由就是在于什么 你看两个几乎涨的一样 但是纳斯达克的KD 日KD开始往下交叉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化掉 对不对 你看到像最近的财报也是很多的消息 那财报消息里面像苹果没讲很多 它只有说第一次机可能下去跌 但是它也没有告诉你它的数字 它没有guideds出来 但是其他的Google就大跌 那Meta昨天大跌 但是Meta昨天在财报里面讲到的资本支出 造就了最近跌深的股票 像四不星那些大涨 所以我说有很多股票的下跌 这个反弹它基本上都是跌很深以后的反弹 那这种反弹你就是遇到压力的时候就注意 所以遇到压力来注意的话 像我引化接下来就是季线 所以这边就要留意 因为他们都开始在爆量 在爆量的话就是 你底部上来的时候 通常量不要爆太大 为什么 除非你是恐慌性的换手 在最低点的时候爆量 要不然你爆量起来的时候 在高档爆量表示什么 有买有卖 有人进就有人出 所以我说台股里面的话 还是不拖这个真理的格局 基本上还是偏弱 因为我们那天谈到 你现在在十日线 可是十日线 十日线跟一个月线 那上面月线它还在往下 对不对 而且月线现在是扣在九月底 那扣九月底是表示 后面几天往上扣 那往上扣的时候 它的压力会变大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只能做很短 那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就调整持股 那为什么调整持股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刚好在最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你要知道那个逻辑 知道以后你就可以一直用 所以就像我们跟大家谈到 最近财报也是变化很多 所以我们先仔细先来看看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 一档股票的财报 那这个是3006的金豪科 那今天开盘就直接跌了 那我们看看它的数字 那么它第三季的数字 有公告出来是三毛钱 三毛钱我现在重点不是在讲 它的数字上面好坏 或者它股价好坏 而是说我们来看个东西 你看到这是它之前的获利 这是它单季的获利 所以它第二季的时候 是不是赚了3.2 对不对 3.2 那3.2到第三季之后赚3毛钱 那3.2到3毛钱 它是不是跌了近9成 也就是说它获利 几乎只剩1成对不对 可是你看它营收 它的营收的话 第二季的时候是49亿5900万 第三季它营收就下来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营收加起来 它营收再掉三成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 对不对 你如果只要看营收掉三成 你不会想到货利到这么多 你不会想到货利是掉九成 的幅度差很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这个涨价或叠价的时候 它的效应 获利的效应会远远超过营收 就是说你看到它的营收差一点点 获利会差很多 那营收如果差更大 获利就10万8千里 这在涨价跟跌价的时候都一样 只是涨价的时候它是正向的 跌价它是负向的 所以这就是之前常常跟大家谈的 涨价的时候为什么 它是多的获利 对不对 所以他们以前在涨价的时候 它可能营收是涨三成 但是获利是多六成 对不对 因为它多出来都是净利 所以它毛利会拉很快 但是它跌下来的时候也一样 在跌下来的时候 你看它营收掉三成 可是获利是掉九成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是不是下10万8千里 对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 大家要知道的地方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这个常常会有一个盲点 你知道在股票上面 有时候在它拐点出来的时候 当它在开始从涨价变成 不涨价的时候 或者是从跌价开始变不跌价的时候 它开始有变化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会有个迷失 你知道以前的话呢 有时候大家就像涨的时候一样 以前涨价的时候 你说去年前年 涨价股票是不是可以赚很多 对 那不是赚几成 它是赚好几倍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在涨价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会看说 它营收是上来一点点 很多人说我营收上来三成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可是你不知道 当它营收上来三成的时候 它获利会上非常的多 对 所以你如果知道那个关键的话 你在涨价的时候 你会赚很多 因为你会知道 它的幅度会远超过这边 那跌价的时候也一样 所以会完全不同 所以你在跌价的时候 为什么今年很多人 一开始的时候 会没有办法注意到那些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都只跌一点点 一开始的时候营收掉一点点 那大家觉得只差一点点而已 结果后来你看获利 怎么差这么多 结果营收掉更多以后 后来差更大 所以这其实就是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你在市场上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你记得这些之后 你不是只有在多的时候赚钱 你空的时候也可以避开 你会发现他们的获利会差非常非常大 这就是涨价或叠价效应 那今年其实就是这个效应 前两年是涨价效应 那现在是在叠价效应 所以财报它还是有影响 只是说你在评估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过去数字来看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市场上没有人会告诉你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个股价的意思一样 其实最近很多人在问很多问题 他说这个为什么有时候营收没有差很多 或获利会差很多 或者是营收没差很多 为什么股价跌很多 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常讲说股价是不是领先基本面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一档股票它是要这样子走 它正常的合理价值是这条线这样上去的话 那它在成长的时候 它EPS会拉 那个本益比会拉起来 然后股价一定走在前面对不对 所以它会怎么走 它的股价不会走这条线 它会这样上来 它会走在它前面 然后停在这里等它 所以它会上来以后走横盘 走横盘因为它会接上来 所以你上来之后整横盘是不是就靠近它了 所以它会上来以后这样走 然后上来以后这样走 所以股价会永远领先大盘 会领先它的这个该有的正常 它应该要有理论的数值 它会走得很快 它会长得超凶 这是它往上的时候 可是如果当它的这个 这个产业到的拐点 或者它到见顶的时候 它刚开始要可能不成长 或开始衰退的时候 它是不是从降要变这样子 那从降要变这样的时候 股价会怎样 而重点就来了 这个你就要听清楚 因为很少人会跟你讲 我刚刚说股价来讲 它是不是都是这样上去 它领先上去以后然后等它 领先上去以后等它 那如果有一天它快要掉下来的时候 那你知道它会走不走 它本来是不是在这里 它是不是要回到这里来 那回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它又变成这样 它又变成这样的话它还是领先 那因为它还有领先反应 所以它会到这里来 它到这里来等它下来 所以你现在发现落差没有 它基本上你是这样上来到这里 然后如果这样的时候 它不是回到这里是掉到这里 掉到这里以后再去等它 等它掉下来 所以这个的落差就很大 会是原来落差的两倍 所以很多时候在高档 刚开始要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为什么说成长性 你要看得很紧 它的改变 为什么成长性一有一律 就把那个砍很凶 就是因为你不是只有修正掉这一段 你是连下面这段都提前反应 那个幅度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也很少人跟你讲 但是你常常可以印证 你常常看到说为什么很多股票说 我不过就是这个成长可能趋缓 或者是我可能没有成长 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大 营收要还没下来 营收还没有下来没错 但是营收如果将来会慢慢下来 它就会这样走 所以这个是很少人会告诉你的东西 因为课本也不会告诉你 教科书也不会告诉你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这个研究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是真正实际上 操盘的人才会告诉你 它会有的现象 因为股票它就是提前反应 所以我才会讲说有很多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学会 你可以看我们的FB 然后再来我们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戴维斯双扎跟戴维斯双吉 从里面刚才的例子 我们可以再衍生下去 有一些你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好 谢谢老师无私的分享 但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掉下去一点点的时候 对投资人来讲都舍不得出 然后它掉了很多之后 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到了接下来要怎么布局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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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球公关店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金融曼哈顿 有很多的投资技巧 投资行法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那么想要知道很多讯息的话 当然在节目上有看到我们的金融软实力的QR Code 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扫码 可以成为你投资的宝典 那么很多的投资理论也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戴维斯双杀 戴维斯双击 这个部分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阮老师 对 那我们会谈这个是因为 其实有很多 你看你外面有很多的粉丝专业 那很多是要 就是说很多是让你去入会 那或者是 特别推荐我一档股票之类 对 那我觉得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可以对你最有用的东西 对 有帮助的 而且不是说只有这个月有用 下个月有用 是对你不只今年有用 明年后年一辈子都有用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这个 参与我们的金融软实力 因为你还可以一再的看 你看一次看两次 它就会内化成你的智慧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比实际上的财富更可贵 因为它会创造财富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戴维斯双杀跟戴维斯双击 那今年的行情 简单讲就是戴维斯双杀 因为股价就等于什么 EPS乘以本益比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那个 刚刚那个东西 就从上去再下来这些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还加上本益比的效益 所以它的反应会很大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刚开始营收 没有掉很多的时候 就会差很多 那其实 那戴维斯双杀在今年 它就反应这个 所以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从第一季的下半段到第二季 就从电子就开始反应了 它反应是戴维斯双杀 然后那到这里之后 明年我觉得就会戴维斯双击 可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这样子 所以重点来了 大盘它也会戴维斯双击 但是个股就不一定 产业也不是都一样 因为不是每一个产业它都有一样的循环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说像之前说 之前的被动元件 那个时候好是因为什么 那时候好就是因为它本来是很便宜的东西 就论金在卖的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结果突然需求大好 需求大好的时候你要订设备 那设备进来没那么快 小说也要来个一年 然后偏偏那个时候连设备商都没有货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那个东西 然后所以的话它就一段时间大好 那个时候它就是先拉了本益比 本益比要拉是因为后面EPS会上来 所以后面EPS上来之后你变成长了本益比又拉 本益比再拉了之后EPS就上来 它就变成一个循环一直往上 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股价才会走到1300多块 可是当它拐点来的时候 它就是变成不成长了 只是不成长而已 你的本益比就开始下修了 本益比下修之后 后来EPS下来后本益比就再下 所以它就会一路下来 结果下来以后它真的也跌了很多 可是它后面有没有再双击 它是经历了双击双杀 双杀之后有再双击吗 它其实就没有了 为什么就没有了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 常态的循环 它不是常态循环的时候 它不会再双击 因为它没有下一个那么强的荣景 这种情况 为什么我说你现在要减赤持股 因为现在有些股票还是这样 所以我说这听起来是有点点的 可能有点残忍 但是确实也就是这样 就是明年会转成代表是双击 但是不是所有股票都会 比方说有一些就不会 比方航运就不会 货柜就不会 对不对 那个就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是经过十年一次的荣景 那荣景不是两年就会来一次 所以它双杀之后不会双击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留着 那再回过头来说 有一些IC设计也是 比方我们来看看像是这个驱动IC 驱动IC我觉得也不会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某些IC设计它会 它以后也会双击回去 可是不是所有IC这些都会 像驱动IC 它之前也涨很多 它是报价涨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不是涨一两次 它是连续涨了一两年 而且是涨幅度很惊人 它为什么会涨得很惊人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原来是一个 不是很高阶的东西 如果你把所有的IC设计 放在一起看 那驱动IC其实是一个 本来就是比较低阶的东西 所以在晶圆厂 晶圆弹工厂 它在排产人的时候 那些本来都最后 它都是先排比较难的 比较优先的客户 那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 本来都放到最后 然后本来最后的话 自然就不会有人有库存 因为第一个它没那么重要 不是说没那么重要 是它没有那么紧迫 而且它门槛也比较低 所以它们没有库存的情况之下 你突然遇到疫情 大家都要备货 对 大家都怕会断货 然后再加上 供应链也有瓶颈 对不对 你的货运有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突然要备货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原来 大家都没有在库存的东西 突然之间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你就要去惨能 你就要必须回晶圆弹工厂找惨能 但是晶圆弹工厂没有惨能 所以它就有个很强的熔景 那个熔景就是造成驱动IC 大涨了那么很大一段 可是这一段上来 现在回来之后 它开始在双杀 就是戴维斯双杀 那把都修正完之后 以后会有个平衡 可是这个平衡点之后 会不会再回到之前的熔景 那个就有点困难 对不对 因为你就没有以前的那种 几年出现一次的现象 所以那个就不会回去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当时我们有讲过 比方像他们以前的数字 对不对 惊人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从以前在疫情前 就是10块钱左右 一直到后来是赚60几块钱 那蹲态之前的话就是 有时候还赔钱 对不对 那到去年的时候赚了20几块钱 那基本上我觉得 库存消耗完之后也不会回去 那面板止跌 我觉得也不会回到哪里 为什么 因为你面板止跌是在现金成分止跌 现金成分止跌是很低的价钱 那种价钱那领主线没有办法涨价 领主线怎么可能涨价 更何况 更何况量也没有 对不对 你也没有到量 量供不依求缺货的状况 所以那个也是回不去 所以我才会讲说 为什么大家解释持股 就是因为 以后股票会不一样 那明年代为是双几 会有很好赚钱的机会 可是不见得会是现代股票 老师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知道 这个股价回不去 而且他是不能接受的 然后他的股票就是套在那里 就不动啊 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会是比较聪明的方式呢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 你必须要解释持股 也就是说 不是所有股票都会这样 有的会回去 但是有的不会回去 所以你在这个阶段里面 像这几天反弹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讲 你应该要解释持股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把 可以双击回去的留下来 不能的把它换掉 或者把它换成现金 因为你换成现金的时候 你才可以用现金去买 后面会双击的股票 这样你才会逆转正 但这个观念的话 在很多人上面是一个迷思 它就是一个盲点 但是你会发现 是不是长期以来 很多人的股票是 比方说我们金融风暴的时候 指数大跌 后来指数有没有涨回来 指数有涨回来 而且还涨回来 不只涨回来 大概创新高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股票 不见得都涨回去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指数涨回去 就所有股票都会涨回去 这个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 跌的时候大家再带回去双杀 但是涨上去的时候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双击 它还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你真的要讲到 能够获胜的方法 或是你能够成为 长期盈价的方法 你就是要怎样 保留一定的现金 你把可以双击的股票留下来 然后再来 把不能双击的股票 这个换成现金 换成现金是为了去把握后面 其他双击的股票 这样才是真正会赚大钱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逻辑我觉得 应该是很少人会跟你谈 但是这其实你去想 真的就是股市的很重要的刑法 从涨的逻辑到跌的逻辑 到为什么营收下来一点点 但是股价反应那么大 你看我讲的东西是不是 你去想你就知道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没有人会告诉你 但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 那这种东西 你把它吸收了之后 它就会变你的东西 变成你的东西之后 下一次你觉得 你多头一定赚大钱 你多头铁定赚大钱 而且下一次在空头的时候 你也不会赔到什么钱 对不对 你会知道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你会知道股票逻辑 那这个东西不是课本会告诉你的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一般的评论会告诉你的 这个是真正有实战经验 而且真的拿钱下去 做这么久 经历这么多多空 又把理论也结合在一起 我才能够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回 所以我就讲说 还没有参与我们FB的朋友 为什么要赶快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FB上面 真的也不是要叫你要入会 那甚至于 我们都跟大家讲很实际 对不对 我希望是把一些东西传出去 传承给大家 你可以都把它用到 对不对 你把它吸收了之后 下一次你铁定是最大的赢家 所以我才说包括现在 你还是要检视迟果 有一些股票 今年双杀 明年不会回去 那些你要换掉 那会回去的你就留下来 那你检视持股的目的是 掌握后面双级的股票 这样的话你明年 我觉得你可以加倍把它转回来 好 听完老师讲 我就很有信心了 但是准备好资金 准备好现金 是你现在真的最需要做的 但是在你准备好的同时 随时要准备反攻的同时 也应该好好检视一下 你手上的持股 到底要怎么聪明操作 欢迎节目后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那投资朋友如果想要更了解 股市的讯息 各股的分析 也都欢迎要锁定 阮老师的金融软实力 那么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扫描 节目上的QR Code 或者是进到 大华国际投稿的官网 直接点我加入 最快的方式 当然就是直接来电 索取我们的QR Code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阮慧词阮老师 我们下个礼拜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考